《浪姐4》第二期节目《一公舞台》播出 热度依然非常高 而谢娜组吧上热搜 目前人气最高的美伊丽雅居然输了 谢娜组选的歌曲是《龙泉》 出舞台结束后 谢娜排名进入前五 她成为了一公舞台的发起人 她非常喜欢周杰伦的歌曲《龙泉》 她还害怕在她前面的刘艺人选择这首歌曲 轮到她时她毫无疑问选择了这首歌曲 而她组的成员分别是刘亚瑟、黄丽玲、吴优和曾可妮 黄丽玲是台湾歌手 作为实力歌手的她 当初谢娜邀请她 就是把她当作团队主唱 刘亚瑟是通过《芒果台》选秀节目出道的歌手 后来转型前往影视圈发展 曾可妮是演员、歌手、舞者 她还参加过《青春有你》 她擅长唱跳 特别是舞蹈能够帮助到队友 而吴优则是专业演员 她出演过很多经典影片 从初舞台的选人来看 谢娜组的实力并不弱 不过或许这首歌曲就不适合她们 表演中明显可以看出她们在全员假唱 每个人都在对口型 但还都对不上 也正是因此节目播出后 龙泉尬的词条冲上了热搜榜首 除过假唱之外 她们组的舞台也非常糟糕 没有队形一直都在尬跳 相比之下 路灯下的小姑娘更为完美 但龙泉依然取得了第一名 而一宫舞台最精彩的舞台 肯定是龚琳娜与美伊里牙的花海 美伊里牙出舞台结束不久后 人气被暴增 目前她的人气非常高 网友们自然也非常期待她的一宫舞台 美伊里牙的学习能力非常强 一宫舞台她继续用中日双语带来演唱 并且她能够完美驾驭中文 她与龙琳娜的舞台被网友称为神仙舞台 不过这个舞台并没有取胜 而关于花海输了的话题也是快速冲上热搜 目前热度仅仅直笔龙泉尬低 作为全开放的舞台再加上完美的舞台呈现 她们输掉确实有点可惜 不过美伊里牙作为目前人气最高的姐姐 她一宫舞台中的镜头明显增多 这与去年《浪姐三中》的王心灵很像 都是在出舞台中没省镜头 但由于出舞台爆火后让剪辑加入镜头 值得一提的是美伊里牙的人气非常高 节目播出后有很多热色话题都是关于她的 也有不少网友认为她与公林娜的花海舞台输掉 确实有些可惜 《浪姐四》自从开播以来 便受到了很多网友的关注 而今年第二期节目《一宫舞台》播出 不过霸占热搜榜首的并非一宫舞台 而是各位姐姐的出场费 通过出舞台爆火的美伊里牙镜头 也是明显增多 而戏内组演唱的龙泉被质疑是假唱 首先 根据网友爆料 《浪姐四》出场费最高的并非天后歌手和影视女王 也不是外籍艺人 而是芒果台主持人谢娜 她的出场费用为180万 而排名第二的则是张嘉妮 第三的是陈佳化 第四孙悦 第五刘席军土黄利林 香港著名演员蔡少芬则是40万 而平民天后徐怀玉与歌手汪小敏都是30万 关于出场费用的网报信息 也有不少网友有不同意见 不少网友认为谢娜不会是最高的 也有网友认为从出场时可以看出各位姐姐大概的出场费用 谢娜 蔡少芬与陈佳化应该是一样 其次 今天一工舞台播出 通过出舞台播出几天后 人气快速上升 并且断层式领先的日本艺人美伊里牙镜头明显增多 一工舞台她与宫林那一组 两人合作带来了一首《花海》 两人首次合作中日文演唱了这首歌曲 目前他们的舞台被网友称为神仙舞台 也是一工中最受网友喜爱的舞台 也可以看出 芒果台在美伊里牙爆火后 对一工节目进行了重新剪辑 相比出舞台一工她的镜头增加了很多 她演唱《公林那坦特》的镜头也是被剪进节目中 便快速登上热搜 不得不说她目前的热度真的非常高 《花海》舞台对于其他几组而言就是降维打击 特别是现代组的龙泉 现代组表演结束后 龙泉尬的词条被冲上热搜 而他们组还被质疑是假唱 《龙泉》是周杰伦的一首歌曲 谢娜非常喜欢这首歌曲 于是在出舞台结束选歌环节 她直接选择了这首歌曲 而其他几位姐姐也是将这首歌曲让给了她 而现代组的成员分别是黄丽玲 刘亚瑟 吴忧和曾可妮 这组不如让台湾著名歌手黄丽玲一人独唱 毫无疑问的全人假唱 五人都在对嘴形 但几人根本不同步 除此之外 他们的舞蹈也非常糟糕 因此有不少网友为贾静雯 徐怀玉 陈一涵 李彩化 王嘉宇的《陆灯下的小姑娘》舞台名不平 认为他们输给谢内组实在不应该 相比之下 徐怀玉所在小组的《陆灯下的小姑娘》 确实更加精彩 不过最终却输给你谢内组 导致王嘉宇首轮便遭到了淘汰 当然 这只是相比整体而言 徐怀玉早在节目没开播前 就有网友表示 他由于个人时间问题 没有时间与队友一起训练 因此与队友发生了一些不愉快 而在一宫舞台上 这一点也表现了出来 在表演过程中 徐怀玉一直在划水 很多舞蹈动作都记得不清楚 一直在偷偷看队友 而关于他划水的相关词条 也是快速霸占热搜 不过归根到底 理想是丰满的 而现实是残酷的 一些姐姐们节目上下的反差非常大 这也导致很多人成绩和人气严重不匹配 其中当然有人被骂 也有人被夸 首先是三位被骂的姐姐 分别是谢娜 徐怀玉 如近山 只能说各有各的草点 要不然就是实力不配成绩 要不然就是态度不认真 目的性强 现大作为湖南卫视 曾经的综艺一姐 自然也获得了不少的特殊照顾 节目中他的担任镜头时长是最多的 都知道 他虽然混进娱乐圈多年 却真的做到了啥啥都不行 以往在各个领域的表现也一言难尽 这次参加节目全靠之前的情怀 不过真的没想到 谢娜的出舞台成绩能这么靠前 甚至超越了很多真正有实力的姐姐 本以为 她能表现出什么视觉盛宴结果 还是表现平平 所以 她获得实时人气第一之后 到底是谁在喜欢谢娜的话题 引起了网友们的讨论 徐怀玉一直有平民天后之称 据说湖南卫视 是把她当成一下一个王心灵来培养 但她本人态度极其不认真 很多姐姐为了翻红 都拿出了自己热度最高的作品 可徐怀玉有这么多首歌 却连自己的几个代表作都不愿意唱 虽然45岁 徐怀玉状态保持得不错 但毕竟她在内地的热度早就不如之前 参加节目为了翻红 最起码也得有态度 值得一提的是 徐怀玉同组的贾静文 曾疑似暗指徐怀玉捞金无底线 用演唱会为借口不练习 一公作为队长 却很晚才回来 最后唱跳都跟不上节奏 不说其他人还必须得陪着 不仅影响整个团队的进度 对自己也极其不负责任 有网友表示希望淘汰 不尊重舞台的人 卢靖山身上的争议比较大 原因是他带着孩子上节目 表演完还得马不停蹄 跑到休息室去喂奶 因此很多人就指责 韩庚作为一个父亲不称职 不过也有人说 如果卢靖山真的这么不容易 就不要来参加节目 现在为了热度营销自己 好妈妈的形象 反而让丈夫陷入舆论漩涡 据说韩庚对于卢靖山 参加节目非常用心 给他找老师还陪着提前练习 全方位支持老婆事业发展 已经很不错了 至于孩子的问题 也只有他们两口子知道 然后是三位被夸的姐姐 他们分别是唐伯虎 美伊里牙和李沙明子 尽管有人人气不高 但真的值得夸赞 把自己的才能发挥到最大的用处 三位都是被资本低估 但实力满满的选手 唐伯虎出舞台演唱了歌曲《西梅花三弄》 其中还带有一部分的戏腔演唱 一开口非常惊艳 他作为一个外国人 不仅选择了中国风满满的歌曲 而且中文非常流利 又能力扎实 态度认真 怎么能让人不爱 在观众的心里 他的出舞台表现至少可以排到前五 只可惜网传唐伯虎在一公表演完就被淘汰了 人气相比国内的姐姐还是差太多 这也不得不说娱乐圈到底有多现实 美伊里牙才是本季姐姐里最大的飞马 尽管她的出舞台 仅排第七名 但人气却是冠军 从一开始的普通选手 到现在的人气 断层领先 如此耀眼 肯定也是有原因的 美伊里牙不仅唱跳能力强 而且性格也特别好 同样是营销情怀她 就能被普遍接受 没有选择自己最热门的歌曲 尽显低调 她最开始在B站爆火之后 就建立了微博 这么多年一直在分享自己的工作和生活 自己态度认真 再加上能力强 爆火也只是早晚的事 外籍姐姐身份取得的成绩 对标上一记的郑秀妍都绰绰有余 李莎明子和谢内一样都是自家人 不过她在节目中就非常低调 她不管是主持还是唱跳都比谢大强 早前在节目中唱 过歌也是非常好听 节目中稳定发挥获得了姐姐们的认可 最惊喜的是 李莎明子作为一个专业主持人 时时就会帮忙找一下节目节奏 说话也非常有梗 知道观众喜欢看什么 同时还有应该的尺度 她还为了自己的出舞台 做了密密麻麻的笔记 态度认真 表现可嘉 只可惜她并像谢内一样被芒果台热捧 无论成绩还是人气都是中等水平 在节目中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